尽管天气转良还是很爱面子 脱洒外套遮住被上铐的双手 他是张淑金 在两名情景介护下上车到新北地检署报到 原来他犯下未造文书罪 20号发监约定10点报到 他却直到下午都没有现身 新北地检署下午3点半发出鞠票 板桥分局远警到居住地户籍地等等 一共三个地方居提张淑金 经过两个小时终于居提到人 张淑金官司缠身多次进出法院 甚至还和友人黄夺犯下未造文书遭到判刑 发现执行这天却只有黄夺报到 2014年张淑金和友人黄夺租下新北市一栋透天措 黄称是要拿来当作办公室 不会更动装潢 却擅自敲掉墙壁隔间出租 房东发现后一状告上法院要求返还房屋 没想到法院派人点招时 张淑金和黄夺找来三人假装是租客 还未造租约 谎称有人还在乘租 无法点交 两人事后被依未造文书 分别判处八个月和七个月有期徒刑 张淑金2013年开始多次被指控找理由坑杀房客 提告索赔押金和违约金 去年高等法院针对第一波78名被害人 以诬告等罪判张淑金九年八个月 其中一年两个月可一颗罚金 第二波共80名被害人一审判处五年半 目前都还在高院审理当中 多次因为官司进出法院 到了发监这天又因为没有报道 再度引发关注TVBS新闻 这种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